昆明的長水國際機場 一班飛往西雙板納的客機 日前因天氣惡劣而言誤 乘客要滯留十多小時 部分人不滿航空公司安排 阻塞登機閘口 不讓同一航空公司 飛往重慶的乘客上機 其中三十多人更衝到停機坪 在跑道靜坐 有人說既然自己走不了 其他飛機都不可以離開 擾讓了近兩小時 經過機場工作人員勸喻後 他們才肯離開 此件導致十班航機延誤取消 根據內地航空條例 線廠機場管制區是違法的 最高可以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金營報導